你知道嗎?有個這樣的故事 好多好多,再忍耐一下啊 好了,泳裝池快開了 如果沒存食的話,小心抽不到啊 泳裝池開了 只要利用魔法小卡,一定會抽到的 於是 欲哭無淚,請原諒我這個無知的非洲人吧 你用不著責怪自己 你,你是誰? 我叫做基德,是個律師 我是來專程替你銷業賬的 非洲人,你那個卡池有寫 抽再多也不一定會出貨,就類的簡告標語嗎? 沒有啊,卡池上完全沒有提到 那麼,你課到吃土,就不是你的責任 蛤? 對,對,對了 要是卡池上面有警告標語的話 我絕對不會相信什麼挖礦理論的 對,像你這樣的非洲人 會有下一單這位出貨的幻想,也並不稀奇 營運明知如此,卻沒有好好學上警語 這顯然是營運的疏失 沒錯,就是這樣 當然沒錯,走 我陪你一起控告那個黑心營運 替你的統計學討回公道 蛤?25單耶 的一切很荒唐 可是,這就是FGO